连你 刚才卢卡跟我说 他觉得你那个界面 做得还是有点繁琐 我也有同感 卢卡是怎么说的 我让你看看我的界面 你就知道什么是简洁了 卢卡 给罗维看看咱们的界面 京城给你投资了一千五百万 难怪你花钱这么大手大脚的 投广告 送话费 还发奖金 人家金大少爷非常看好咱们的胡游 从今往后 胡游跟杰讯就是统一战线的兄弟了 那你事先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啊 我要的不是惊喜 是心安理得水稻渠成 你不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 应该事先跟我这个胡游第二大股东商量一下吗 我知道什么是对胡游更有利的选择 胡游的事情我说不算哦 亲爱的 你现在是在向我展现你霸道总裁的魅力吗 我必须要提醒你 你还不是总裁呢 我没想做霸道总裁 亲爱的 我爱你 如果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抵押了我的房产 用我所有的钱支持你开发胡游 是因为你的梦想 值得我托付一生 而且我把最大的股份给了你 把我自己也给了你 这叫爱 这叫牺牲 我希望我的牺牲 可以换来你的尊重 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我爱你 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抹过去 这事你是每天都要说一遍吗 第一 我没有每天都说一遍 第二 就算我说了 显然还不够 因为你根本不记得胡游 还有我这个股东 一遍 你知道如果等我有了钱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包二奶 等我有了钱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把你那一百五十万还给你 你什么意思啊 等我一旦拿到了投资 我就把你的一百五十万还给你 等我一旦拿到了投资 然后你拿着钱去银行 赶紧把你的房子解压出来 这件事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就像你说的 你要尊重 不欠你的钱 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 等咱们一拿到罗费斯的投资 你就自知 结束咱们的底下恋情 名正言顺地到忽悠来做老板娘 从今往后 咱们再也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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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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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还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 我觉得还行 明天给高迪和徐佳瑩看看 嗯 大亏 大亿 大亚 两个人 大亚 大亚 老板 杀 小心 小心 走 没事吧 路克 路克 我没事 没事 快起来 路克 快点 天哪 警察同志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大半夜车能开人家去 你先别急啊 现场我们已经勘察过了 对方酒驾 全责 你们人没事吧 我不知道啊 总共我们仨人现在俩在医院呢 那要不这样 你先做个笔录 把情况说明一下 主要是核算一下 损失到底有多大 对方肯定要全赔 坐坐坐 现在酒驾太危险了 你们真得好好管管 该处罚我们一定会处罚 有事叫我 你看 没什么大事 跟我一样就是脑震荡 老大 刚才差点咱们再都没命了 别怕 别怕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昨晚传来消息 郭新年那个人已经排掉了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 罗维和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他明天晚上开发布会吧 那我们就上了 赶在他们前面 我想把那姓郭的也邀请过来 意思是 完了 全都完了 这里也全碎了 一块好的都这么没事 我 那么长时间这是干什么的 是怎么 为什么 你别让我来现场 事情已经发生了 冲动也没用 警察说了损失超过五百万 就达到栗大案标准 赶快算账了 这是我跟徐佳营 投资准账的凭据合同 一共四百二十三万六 郭希年的你们他去 郭希年 你的呢 郭希年 你的呢 跟你说话呢 什么 你的投入 你总共花了多少钱 我把半辈子的心血 都投入进去了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 这事儿 不是罗维干的 就他妈金城干的 告他们去 扔扔扔扔扔什么呀你 你告谁呀 有证据吗 罗维呀 昨天他不是来过吗 昨天他不是来过吗 郭希年 我告诉你 你这他妈的叫做 眼朗中心 那你再拿车撞回一回 怎么了 哥 刚回去跟你交回来了 你看一下啊 这什么样这边啊 这个是摩金 这是界面 这个是语音文件传输包 我现在只能记住 这么多了 哥 你要干什么呀 我也把摩金 合并到咱们虎游里来 我其实挺喜欢摩金这个软件的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简单了 但如果要是就这么放弃了 太可惜了 这样 我给你两周的时间 你先写出一个初步的程序来 记住了 千万要保密 不过今天做了这么久 所有证理都毁了 太可惜了 不过他以后还要做怎么办呀 我现在让你做的是 把它写入虎游的升级程序 在虎游的下一次升级程序里 加进语音传输这个功能 那已经没有再做的必要了 哥 那我真的怎么做 过去年是不是太早了 这对于他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乔布斯开不了潮湿 他已经走了太多的玩弄了 他就试试迷途的羔羊 也许只有这样 他才会放弃摩金 才会介绍到咱们忽悠的阵营里来 少了他 忽悠少了一半的创意 等江泽家来了 我会让他做咱们忽悠的第二大股东 我给他打下手 做一款语音软件 你想跟别人说话 不用发短信 只用按着手机上的一个键 说出你想说的 通过互联网 直接传给对方 这样对方不仅能听到你说的话 还能够感受到你的心情 你周围的环境 你是开心呢 还是愤怒呢 是不知所措呢 还是委婉呢 还是 充满着爱意 你是想放弃摩金了吗 如果真像你说的 你把摩金当自己孩子的话 你会把自己孩子卖了 这里边也有我的心绪 你跟我说的这些疯狂 我真的信 留下来 咱们一起看 我让你看看我的心 你就知道什么是简洁了 将来万一 如有永远万一 罗总好 李大早的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罗贝 实话告诉我 我们在高默咖啡办公 你跟谁说了 出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 高默咖啡出了车祸 车祸 一辆车直接从外面撞进来 差点把我 卢卡 杨洋洋撞死 所有的阵列全部毁掉 被压成了碎片 如果昨天晚上我要是打个瞌睡 现在你就应该再参加我的追导会了 你说巧不巧 这么多咖啡厅不撞 偏偏撞高膜咖啡 偏偏撞到我们弹弓的位置 是 罗贝 故意针对我已经是第二次了 你跟我说这些 什么意思 我这次来 就是想听你亲口告诉我 这事跟你没关系 因为只有你去过高默咖啡 只有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办公 你怀疑我 你怀疑我 我真的不想怀疑你 对 我刚才在门口犹豫了半天 我在想如果你真的想害我 你随时可以捅我一刀 你没有必要在背后下手 咱们是兄弟 你是不会这么看的 对吗 咱们俩是兄弟 咱们俩是兄弟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也没办法让你不怀疑我 但是这事 真的不是我干的 要是想 applic一下 真的不怀疑她 你这个可爱找你 你anmoji 你毕竟你也没有那一套 那我保证你 都我不管你不怀疑我 本来今天就要送到苹果商店 去做审核 你眨眼的功夫 全泡汤了 乌卡 你头还疼吗 那再重新写一遍程序 需要多长时间 重写 对 重写 咱们投入这么大 花了这么多心思 咱们不能让人黑一下就认命 他们黑咱们说明什么 说明咱魔精有价值 卢卡 所有程序都在你脑子里 你把它再重新写出来不就行了吗 对啊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宝宝 你那么聪明 这些程序应该都在你脑子里 你再写一遍不就完了吗 没关系 咱这次赶不上没关系 可以晚一点啊 洛飞私有不会倒闭 再说了 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他们一家投资公司 我这人不认输 我想好 我去把我房子抵了 我从银行贷款 咱接着干 卢卡你现在给我表个态 能不能重新再写一遍 不能 我干不动 怎么就干不动了 不是 姐你干嘛呀 你小点声你再把他吓着 你必须干 我跟你说你干不动也得干 你看我干嘛 你看我干嘛 你谁呀 你是谁呀 你是尖才 路卡 不然我跟高地我们不会给你投钱 我这人不认输你 我跟你说 你也不许认输 别逼他了 重鞋也没用了 你闭嘴 有个消息我忘了告诉你们 杰讯明天就发布了 我们输了 昨天晚上你们的人已经来过了 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目前是酒驾 按照相关的法律条款 该处罚处罚 该赔偿赔偿 人哪 该拘留我们也会拘留 这是司机的酒精检测报告 我今天来不是要说这个 有一个情况你们还不了解 现在是有人在针对我们公司的软件 开发故意在搞破坏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受到袭击了 这绝对不是个意外 还有这种事 有证据吗 证据我暂时没有 但是我敢肯定 我说的是真实的情况 同志 这种事必须得有证据 但是我们会继续调查 等你有了证据 尽快来报案 我们做另案处理 不是 你们是警察 这些情况应该是你们来调查清楚的 同志你先冷静一下 先坐 该调查的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但定性案件必须得有证据 干什么呢 更老实点 大哥 真不是我干的 什么不是你干的 你到底都傻子呢 我们有证据 抓你这一蹭两次了吗 过来 坐下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你昨天晚上撞过的人 实话告诉我 谁让你干的 对不起他 哥们 喝醉了 酒家 什么谁让我干的 不知道啊 别跟我装酸 你自己干的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谁让你干的 我怎么没告诉你呢 我真的应该装死你 你干吗 说什么 谁让你干的 告诉我谁让你干的 装人了 警察 装人了 装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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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说的他装死我 他是故意的 他不是酒家 有人直接把他害我 谁让你干的 谁让你干的 谁 你搜手啊 杀人了 你拿 他刚才说他要撞死我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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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让人害我 他刚才说他要撞死我 他要撞死我 别闹 杀人 谁给你们管我 是谁让你不管 你们谁让你干的 你别闹 他要撞死我 你别闹 你别闹 您好警官 您刚才给我打电话 我是郭欣恬家属 去让您撕架警官 好 谢谢您 这简直是胡闹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是按照正规程序 来办事的 在警察眼皮子底下打人 成何体统 是 这都是他的错 他的错 这不是昨天晚上受刺激了吗 有什么问题 可以反应 他要是怀疑什么 有证据 可以报案啊 但是 不能胡闹 是 是 这郭欣恬家 人家脑子就有病 我带他出去 就带他看病 给您添麻烦了 郭欣恬家 那小子脑子确实是有病 没想到一个搞电脑子 还有暴力倾向 你是他媳妇吧 我 回去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我 我不是他媳妇 但是我回去 一定好好教育他 你看 那辆车 直接从外面撞进来 差点把卢侠 卢卡 杨洋洋撞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杰族先登 训达天下 杰旬全球首发仪式 现在开始 下面有请南洋科技总裁金城先生 上台致辞 这是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个光明的时代 也是个黑暗的时代 我们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使者 国内的软件业起步完水平低 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做不出 世界级水平的作品 中国人还是有志气的 杰旬就算是我们 在这方面做出的一个小小的尝试 老大 你还别去了吧 那怎么能行啊 人家请柬都发出来了 我得去捧场啊 老大 我仔细想了想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一块儿去 就你这样 去给我丢人吗 还有 这件事不许跟高低还有徐家英说 记住了 我这么大人了 不会去惹事了 放心吧 告诉他们吗 你要当叛徒吗 怎么办 好 下面有请华夏通讯和东方网通的代表上台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捷讯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谢谢 帖子 帖子 并感兴趣 这集就工程 是 未经许 10资讯能量 します 那就起く 我都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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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手机 一直以来只有短信 简单的文字 没有声音传输 我的团队经过了几年时间 开发出了这个程序 当我们非常着急 不愿意打那么多字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机 变成一台对讲机 我是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的杰讯 旁边这位李一小姐的手机 已经接收到了杰讯 需要登陆语音邮箱查轴 放出来 我是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的杰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可以包月包年 借此机会 我想特别感谢洛菲斯 对杰讯的大力支持 感谢彭学武先生 金教 我们还能再问你几个问题吗 说 杰讯以后的收费标准会有变化吗 不会 杰讯目前已经卖出多少碗台了 杰讯的通话质量真的有这么好吗 能否透露杰讯未来的战略布局 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你觉得他能卖多少碗 这是什么呢这是 笨 过来 起来 我扒死你个臭不要脸的 松开 来来来 松开 松开 赶快打 松开 松开 你干吗 你还挺淡定啊 来来来 都拍我 都拍我 我名人不作暗示 我叫郭新年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 金城就是个盗窃犯 金城 没关系 我死不了 摩金就死不了 你拿到的那个架构方案 只是最原始的架构 你只是毫无创造力地仿制了摩金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 我还要继续开发 开发摩金的音频视频传输 语音文字识别 不着急 你慢慢抄 我在旁边给你鼓掌 我让天底下所有臭不要脸的人 都把你的名字写在排位上 天天供着 早晚三炷香 还世界级的作品 你做一个给我看看 我就不信了 你靠抄袭 靠剽窃 就能做出世界级的作品 我呸 靠总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刚才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们都没有看出来吗 他就是一神经病啊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了 刚才那个神经病啊 他其实他找过好几次了 非说有一个创业项目想跟我谈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他赖上我了 非要做一个 和集群一模一样的软件 而且一个创业项目 这个字不敢 还说我剽窃他 这种龙龙起跑人太多了 不用去管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不起 采访到此结束 采访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今天辛苦了 谢谢啊 谢谢 说几句吧 金总 我对别拍了 你怎么不撞死他呀 怎么样 没事吧 我是打人又不是挨打 我能有什么事 你说的音频视频传输 语音文字识别 真的能做到吗 我说到就能做到 就是时间问题 那你赶快把它做出来啊 我还以为你们魔精已经上线了呢 你还有功夫跑到这儿来打架来 如果你说的升级功能是真的 我答应你 我可以把项目投资会的时间 推迟几天 不过得要抓紧 我看着呢 你没有想到最处的時間 他认为宣传 我看着你 这儿我先说 你不能给你 你不能大手 那你 你在家 你怎么看 你很好 你管你 我看着你 你 他跟乔布斯之间 就插一副眼镜了 你妈还真戴眼镜了 他在德哥一线A 他就是乔布斯 淡定 感谢各位来到胡游 第一次产品发布会的现场 我们都知道 这个城市的交通 有多么地糟糕 我们也知道 这个城市的地铁 有多么地拥挤 甚至我们已经出现了 购买地铁票的黄牛了 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天气有多热 所以感谢大家 在这样的日子里 出现在胡游的发布会现场 谢谢 这个数线没用了 不介绍自己产品 你能不能安定点 各位 这就是胡游 胡游 其指邮箱 除了邮件的收发功能之外 胡游还有 通讯录 备忘录功能 胡游还可以网上交友 还可以查天气 还可以订酒店 订机票 订火车票 甚至 胡游还可以订地铁票 还能帮人洗内裤 你有完没完了 未来 胡游还会增加语音 以及图片的及时传输功能 胡游 不只是邮箱 他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不是公开抄袭吗 要不要脸呢 这种人还有脸吗 胡游 可郭新年 就把这种人当朋友 他就是被辣椒喷了眼 被猪油蒙了心 这郭新年就是个缺心眼 谁啊 接着骂 你要觉得骂能解气 能解决问题 继续骂 怎么了 我这心里不痛快 我骂了你怎么了 我投资了几百万开发魔精 现在倒好 成了别人的东西了 所有人都可以享用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 他们不是一直不要脸吗 不是一直在剽窃我们的东西吗 那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 做一个东西 是他们剽窃不了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郭新年 我非常认真地做了反省 我有问题 我刚开始做魔精的时候 只注重单向沟通 这还是对讲其思路 不是移动互联网的血统 魔精被盗版成了截讯 镶在了短信服务器里 就连狐游都想盗版我们的功能 那我们有什么是别人不能取代的呢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 魔精独特的技术创新之路 底下 睡觉 平凡又不懂 眉与种不同 别人眼中的我 谁不想成功 梦醒成英雄 在你眼中我不懂 亲手只有你看好我 只有你相信 我有梦 有你带给我的幸福 从未想过离开过 爱带你我走很久 幸好你在左右 陪我从无到游 爱该不该在等候 快叫爱说出口 我与你相守 有你陪着我来完成我的梦 爱带你我走很久 爱带你我走很久 快叫爱说出口 快叫爱说出口